好 來 接下來這一題 三家電的合計 我們先在這邊這一格 其實這個呢 如果是很簡單的這種範圍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用什麼呢 點到這個 只把前面三個做相加而已 你就只用Sigma也可以 Sigma也很方便 有沒有 按Enter就可以了 回過頭來點到它呢 你往下拉就好 好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你不要直到到底喔 這樣不行 因為這一格 是要把上面三格做相加的 好 來現在呢 我們就先用Sigma 把黃色的部分都先把它做完 好 Sigma 好 來 各位你看一下 接著呢 我們是不是要做他們的總合計了 我把第一格選到第一個橘色的 你一樣跟我們四個嗎 有沒有 要直接往上找 好 Enter一下 對不對 對不對 接著呢 你把這一格 右鍵點一下做複製 對不對 我上次叫你各位了嘛 做複製哈 到這裡 請問可以推上嗎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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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做一次哈 來 來 我們說過呢 上次我們說 給他這一格 來 我用上來做 我慢慢做一次給各位看 你看 上面是不是三格的資料 好 按確定對不對 那我們說過方便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點一下選複製嗎 到底下點一下 扛坐交易貼上對不對 可不可以貼上 或者不行 很好 因為範圍不同 有沒有看到 上面是三格 這邊是兩格 你要特別注意喔 啊底下這個三格的話 就可以了 這樣懂意思了嗎 所以你要貼上這個 可以 這個的話呢 就不行 要特別注意這個 這個 這個 小心的地方 所以這邊就用Sigma 自己做一下就好 所以萬一有放了不一樣的地帶 注意的地方 OK 最後 三加電的總和計 那我們用上來做 你不用Sigma Sigma 他沒有辦法應付那種 那個跳的 最重要還是要自己選 來 D欄 我們直接在這邊 把它完成 點到這一格進來 按住Ctrl鍵 再點第二加的 再繼續按住Ctrl鍵喔 點第三加的 這樣會了 所以 不是每一種狀況都照做 你要看實際的情況 好 了解 所以 像第二加 他可能 那個生豆皮賣的不好 但是以後就不賣了 所以就沒有這一項 好 來 下一題 有同學 這一題 都卡住了 記不記得 我們當時在講 這一題的時候 有提到一個叫 絕對 位置的概念 有沒有 就是要鎖起來 哪一個要鎖起來 這一格要鎖起來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忘記了再看一次 點到這一格 我們哪 要用相乘 湯 成 湯 結果顯示在這裡 來 那我們用數學生長函數的相乘 product 劈開頭的 加上基點 在這裡 product 點下去之後 然後 第一欄 就是給原價進來就好 第二欄 點一下呢 就是給折扣的這一個點進來 然後 立刻按什麼 F4 這樣拿起來嗎 這樣就可以 這一個就被鎖起來了 鎖起來按確定之後呢 當你繼續的按住右下角 往下拉 光是往下複製的時候 那麼後面這個就不會動 好 同學那我可以往下拉了嗎 確定 二頭不行 因為底下的話 背景不一樣 所以 陷阱隨時都在 考驗分分秒秒多有 知道吧 來 做複製 好 後面旋起來 右鍵點一下旋鎖 對 這樣了解了嗎 ok 好 好了 我們坐到這邊 最後你這裡剛剛空下來 沒錯的 你至少把這裡做一下吧 這個決定 這個決定位置很重要 後面你會經常遇到 我的問題說要不要鎖 要不要鎖 你要自己能夠判斷 要不要鎖 為什麼要鎖 哦 老師 嘿 你們那個鎖鎖是到底 是幾個啊 因為我們 三個 我故意剪一格 就是要讓你們觀察 你們都是三格正常的 你們不用鎖 聽懂嗎 我故意的把中間那家墊 少一個範圍 是要 讓你們去觀察 這個現象 是要提醒你 萬一範圍不一樣 不可以都貼近 所以那個是我故意刪掉 你們是維持原來的不便 這樣懂了吧 不用不用不用 你們 我只是提醒你 現在那三家墊片 我故意的把中間那家墊片 少了一遍 我是注意的 因為我要提醒你 遇到這種狀況 你要注意 不要鎖膜啊 每個都貼 這樣知道嗎 要注意那個突發狀況 那你們不用改 我只要按照原來的做就好 好不好 ok 你為什麼會把 你們怎麼會想要把 直接拉下 因為不小心就要怎麼拉下 喔 如果剛剛才剛拉的 那就 復原一下 阿倫是很久以前做的 那你基本上呢 你那幾個 因為你已經拉下來 可能那個 底下的背景色都放過來 那 那就沒關係啦 那後面的背景色就不管它了 你至少把 那個什麼 喔 這個來 如果你暫停一下動作 來看一下 喔 所以喔 不是什麼東西都要往下拉 同學 喔 有時候往下拉可以 有時候往下拉就很慘 喔 來你暫停一下動作 你剛說這一題嗎 對不對 是這一題嗎 喔 直接做這一題 那你再做這一題的話呢 來 我再做一次 你當初呢 喔 來我們先看一下 我想請問一下 你指的是說 這邊沒有鎖 還是說沒有鎖 只是直接直直往下拉 喔 好 我懂你一次了 你的答案是對的 只是你眼下直直往下拉 是不是這個意思 喔 那來 我告訴你 那沒關係 比如說隔壁的那個什麼 隔壁的格式還在嗎 你把格式 你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去複製格式 常用 有沒有看到複製格式 你把它點一下 它就會把這邊的格式複製起來 你再把這個範圍選一遍 它就把格式COVID過來了 有沒有看到 這樣也是一個方法 這樣懂了吧 你只是把格式蓋掉而已 你到隔壁去把格式COVID過來用 就好了 知道嗎 叫複製格式 這在座的裡面也有 這複製格式很好用 這個黑線你再補一下就好 沒關係 好 好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做下一題 因為這個東西都是各位曾經做過的 只是現在等於是幫各位回覆記憶而已 然後把各位呢 遇到的問題我們把它提出來 因為你遇到的可能這樣也會遇到 來我們接下來往下講 來各位請暫停一下動作 好請看 接下來推理是 購入的可能數 同學用什麼函數 同學用什麼函數 相處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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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QQ QQQ 稍微记得在这边 往下往下这里 好 忘记了笔记赶快记一下 箱子 第一栏就是我们的预付金额 第二栏点一下 这是我们要买的单价 那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 确定 右键点一下做符字 底下选起来 我们做什么 贴上公式 好 按个ESC取消 来 再来请问一下 找零 算余数 MOD 对不对 所以点到这一格 那它是哪个类别 数学女生来找看看 MOD 在这里 找到了啊 刚如果没有找到了 赶快笔记一下 好 一样跟刚做的差不多 完全一模一样 第一栏就是预付金额 第二栏点一下呢 就是我们的单价 确定 找五块钱的意思 OK 右键点一下写图字 后面再把它贴上公式 公式就可以了 想会了哈 零就代表整齿的意思 好 那么呢 我们把这平均做完再让各位休息一下 来各位 这三体的平均状况各不相同 对不对 有没有 刚刚我看那个同学很天才 他把他范围选起来 有空格 老实说有空格就要填零 哦 他 小心的把范围选起来用取代 把我把它填上零 同学不要改我的题目了 你干嘛改我的题目 哈哈哈哈 听懂意思吗 我是要让你知道说 你真的遇到空格该怎么办 啊 你跟提上零的提上零的关系 就表达自己反应很坏 好 所以我也不忍苛者 好不好 来 我们 因为这三种状况各不相同 处理起来的方式各不一样 来 第一种是不是最正常的状况 所以第一种最正常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用正常的 平均 对不对 ABR 对 最一般的正常状况 ABR Average 好 范围对不对 B到1 哎 没有错 这样了解了吗 好啊 这边呢 把它呢复制一下 这边在吗 哎到这边呢有 那到底下 接上公式就 好 好 按个ESC取消复制就可以 底下这个就交给你了 底下这个可以往右拉没关系 因为背景都一样 好 这就交给各位 这也是用Average来做而已 好 我们节省时间 同学 有缺考这个文字怎么办 用哪个函数 A 很好 宽容性最大的那一个 AVERAGA 因为它有文字的资料 所以只要是非控格的都可以找它用 好来我们用其他函数里面的统计 AVERAGA A A 好 来 这一次呢它就没有帮你选范围了 你就自己选嘛 没关系 从博文 选到物理对不对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范围进来就OK 确定 好啊 一样不能往下拉 因为它的那个背景背景色不同 好 贴上公司 讲会了吗 好 第三题是这样子 第三题呢 因为是有空格的关系 所以上面那两个都不能用 我现在用怎么做给各位看呢 我用STUM做给各位看 因为顺便学一下 好 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动作 这个玩这个这个情况 如果 当然我还是建议以后你在外面实际上再操作 如果真的遇到空格 我还是建议你 想办法把你那样子比较好 所以那个取代还是要会用 知道哈 好来 那这边的话是说 万一真的要用空格 那我们怎么做呢 来 请各位注意看 你还是用上来做 SUM 上的话呢脑袋最直了 有空格要造加不误了 用零来带就是了 好 放回旋程给他 请到屋里 好 你先按确定 先按确定 同学答案出出来了 接着还没有完哦 因为这是总和嘛 接着你到上面的资料篇 直接点一下 打上 除以几 对 这要自己打 所以是要自己打 enter一下 答案是不是出来了 哦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 再把它copy下去了 讲会了吗 选起来 贴上公司 这样了解哈 因此 三种不同的状况 让各位了解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五分钟用 再把剩下部分完成哈 OK 所以刚刚这三题 如果你都没有做过是做一题 只有两题的 例如说五分钟 赶快把它完成一下 好不好